这伙匪徒实施抢劫的主要对象 大多是在武爱市场 邪城 家具市场 九路市场 南二烟市等处经商的业主 他们认为这些人最有钱 他们根据平时了解 听到了情况 或者采取跟踪的方法 选好目标 然后实施行动 他们用帽子 口罩等遮掩面部 手持尖刀 棍棒 绳子 或骗开房门 或前后脚跟着被害人闯入室内 以凶器相威胁 用绳子捆绑被害人的手脚 大肆截掠财物 汪家里啊 在沈阳战运货时 给男打携成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业主 拉过脚 知道他家的地址 就去踩点 然后呢 纠集同伙 在一天早晨 等候在门口 趁这位女业主开门时 冲了进去 用尖刀啊 逼住了他和丈夫 孩子 将他们用绳子捆绑 抢走了现金六万多元 临走时啊 孙德林呢 还拽下了女业主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 他们呀 还于某一天的早晨 在斜城附近 某居民楼守候 当被害人开门时 闯入室内 抢劫现金三万多元 他们呀 用同样的方法 跟踪一个业主 在一天早晨 闯入室内 抢劫现金八千多元 这伙匪徒啊 人数较多 计划周密 加上被害人受治后 不做反抗 所以呀 他们几乎每次抢劫 都获得成功 不过呢 也有抢劫流产的时候 有一次 他们盯住了 居住在全员小区的 一位老中医的家 事前啊 踩了点 那天 他们装扮成水暖工人 带着不少 维修暖气设备的零件 守候在呀 老中医居住的 楼房附近 当那位老中医 从外面回家时 汪家人紧跟着野进去了 其余人呢 在外面守候 汪家人 以检查暖气设备漏不漏水为名 对室内的摆设进行观察 事先约定啊 如果那家有钱 汪家人呢 就敲敲暖气管子 喊一声漏水 如果没钱 不值得抢劫的话呢 汪家人呢 就敲敲暖气管子 喊一声 不漏水 过了一会儿 汪家人走出来了 说了声 挺好 孙德林 听了一声 想了想 指挥其余的人走了 下楼后 汪家人呢 就纳闷地问孙德林 哎 这家看样子挺有钱的 你们怎么不进去呢 孙德林反问道 你不是说挺好吗 挺好 不就是不漏水吗 这时候大家才明白 这是误会了 结果呢 没抢成 由于啊 这会儿匪徒 入室抢劫前化了妆 用帽子 口罩等物 遮住了大半张的脸 他们担心呢 让被害人记住 或认出自己的相貌来 因而啊 在抢劫中 没有行凶杀人 用汪家里的话说 我们进屋干的活啊 百分之百没杀人 不过 假面具 难掩凶残的本性 一旦抢劫中 出现某种意外情况 他们呀 是毫不手软的 有一次啊 他们听说 某公司经理的家里 很阔 有钱 就把他呀 列为了目标 由孙德林 汪家里 到那家公司 辨任经理 然后呢 通过各种渠道 打听到他家的地址 情况搞准后 一天夜间 由汪家里 开着130货车 载着同伙啊 前去抢劫 入室后 他们用绳子 将女主人和保姆 捆绑起来 正在搜东西的时候 经理的弟弟和弟媳 带着孩子 来串门了 进屋后呢 也被他们用刀逼住了 经理的弟弟啊 挣扎不从 孙德林呢 就把他的一只胳膊背过来 挥起刀柄 向他的头部狠狠一击 将他呀 打倒在地 鲜血之流 汪家里跑过去 用一根电线 将他的手和脚 捆绑住了 忽然 电话铃响了 孙德林呢 一把拽掉了电话线 他觉着 这次行动 不顺 担心是 经理打来的电话 会呀 心生怀疑报警 就指挥众匪徒 在抢劫了 三万多元现金 一些贵重手势 和一架摄像机后 匆匆逃去 事后呢 经理的弟弟头部 封了八针 匪徒们用东西 堵他的嘴 挤掉了两颗牙齿 可见呀 手段 非常凶狠 绝大多数的人 在受到这伙匪徒 抢劫伤害后 并没有报警 他们呀 自认倒霉 暗暗地 加强了防护措施 抱着舍财消灾的心理 就这样 尽管匪徒们 气焰嚣张 频频作案 警方啊 却无从知晓 失去了打击犯罪的 有力时机 上述呢 绝大部分抢劫案件 都是隐案 是在这会儿匪徒 落网后 警方通过审讯深挖 才为人所知的 汪家里说 他们入室抢劫啊 没有杀人 这可能是事实 但这岂不是也在说 他们在室外的抢劫诉案中 杀了人吗 事实啊 的确如此 尽管还没有枪支 这伙匪徒 在用所谓的冷兵器作案时 同样凶残至极 杀人如麻 仅在1994年1月至5月 这短短的5个月里 他们就连杀5名出租车司机 平均啊 每个月杀死一人 1994年的1月 匪徒们预谋啊 干大的 抢劫铁锡某厂的工资款 或者呀 抢劫某银行 他们的打算是 抢劫一辆跑得快的轿车 杀死司机 作为实施抢劫的交通工具 还要在头一天 从外地 骗租一辆小型货车 杀死司机 作为抢劫后逃跑 中途接应换乘的交通工具 这个方法啊 他们在后来的作案中 一直喜用着 汪家里称为老套子 1月9日的上午 他们呀 派王文旭到辽阳 雇了由司机李征驾驶的 一辆蓝色微型帆步棚货车 说是到沈阳拉货 李征呢 当即答应 未懒到一个长途活 而暗暗高兴 汽车呢 开到了铁锡区亚洲宾馆前 汪家人 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王文旭说呀 他是货主 让他上了车 汽车 开到了南郊大堡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停下了 孙德林和汪家里 在那里等候 他们呀 让李征下了车 孙德林呢 宁笑着对他说 嘿嘿 朋友啊 今天呀 委屈你了 用一下你的车 说着拿出绳子 把李征啊 捆绑了起来 李征知道 这是遇上了劫匪 但他们人多 四周呢 不见人影 不敢反抗 几个人呢 把李征 扔进了车棚里 然后汪家里 孙德林 进到了驾驶室 匪徒们的意图是 在汽车行驶中 由汪家人和王文旭 在车棚里 掐死李征 可是当汪王二人动手后 身体健壮的李征 再也不肯任人宰杀 拼力挣扎 边挣扎 边痛苦地哀求着 大哥 你们要车 我给你们 何必 何必对我这样呢 王文旭似乎产生了 恻隐之心 双手啊 放松了 这时 车停了 孙德林皱起眉毛 走了过来 原来啊 汪家李征后面 好长时间 也没把事办完 让孙德林 下车看看 孙德林 见王文旭松了手 捆绑李征的绳子也开了 不满地瞪了王文旭一眼 狠狠地说 你他妈的 干这个 还能讲仁义道德吗 他把王文旭挤下车 重新地捆绑李征 然后不顾李征苦苦地哀求 和汪家人一起轮番下手 将李征活活地掐死了 天黑后 他们开车 选择抛尸地点 最后啊 在余洪区 张世湘道边 发现了一眼枯颈 将李征的尸体 头朝下的 扔了进去 天黑后 天黑后 还能保持 主持人 最后 预定